与周迅 赵薇 张子怡等已纷纷步入婚姻殿堂同辈女性相比 徐静蕾已成为了仅存不多的娱乐圈钻石圣女 虽然曾经表示爱情是生活中的必需品 但老徐对婚姻却没有如同爱情般的憧憬和向往 你拒绝过别人的求婚吗 就别的人可能不知道你的那些 然后就给你求婚 不会不知道 知道但还是来给你求婚 对 然后你的反应是什么 你的本能的反应是什么 我觉得很尴尬 所以我会尽量提前告诉别人 不要咱不来这套 我说我都会讲说 我想结婚的时候我自己会说话 我不稀罕别人跟我什么 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个想法 就偶偶会想婚姻是个什么的状态 我没有改变过 因为我真的看不到 如果我觉得婚姻会使我更幸福 那我也回去 就像我如果觉得我吃一顿海底捞会让我今天有幸福感 那我就去了 我真的并不认为我今天结婚会觉得我比昨天要幸福 我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的想象和期待 但是很不幸 我觉得我们这个观点在目前的中国还是被大部分人不接受的 人有很多种生活方式吧 我觉得有些东西不是说道理是道理 但是真的能理解到那个份上有跟很多东西有关系了